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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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模型是屬於上顎跟下顎都動手術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樣叫做雙顎手術 臨床上會根據每個不同的狀況來做分析跟判斷 實際上大概有少部分的人可以只做上 或是有少部分的人可以只做下顎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我們就叫做單顎手術 那至於它對神經的影響的話呢 通常上顎其實不太會影響到大的神經 它的感覺上剛開完刀牙齦跟上顎感覺可能會有改變 那通常在半年內都可以得到蠻好的恢復 那至於下顎的部分呢 我們目前比較常做的做法就是 如這個模型所顯示 我們叫做死狀切開術 那死狀切開術就如剛剛的說明 因為下死潮神經比較接近的關係 術後下巴下嘴唇感覺有變化 這是比較常見的後遺症 那另外有一些醫師是採用所謂垂直的生肢解骨術 那這個情況通常是切在神經的後面 這樣子的術式原則上對神經傷害的機會 就文獻上回顧看起來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不過通常做生肢解骨的手術後是需要綁牙啦 牙齒要綁在一起 那做死狀解骨的情況是不需要綁牙 手術後就可以說話吃東西 所以兩者的後遺症跟手術後恢復的過程是有一些 因為術式的不同有蠻顯著的不一樣 牙齒要正在一起 尺 trafficking